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礼拜一 礼拜二基本上都是会有这一货雷雨这样的现象 那雨势整体来说都有可能会到达大雨 甚至是好雨的这样子的状况 应该是以中南部以及东南部上面来说 是比较明显会有影响的 北部啊以及南花莲这些土壤的话 就会比较屈服一点 气象局指出明后两天的雨势将会是最明显的 大家出门记得要带上雨具 到了周三各地人有局部短暂震雨或雷雨 午后西班部也要留意局部大雨 一时要到周四才会慢慢恢复成好天气 那整体来说应该要到礼拜四之后 就是13号平日到15号 这几天的话太平洋高压就会逐渐的增长 然后天气都会慢慢的恢复到稳定 餐厅 4月 8月10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